屬豬的人今年又三合太歲 因為去年苦年是六合太歲 今年又三合太歲 連續兩年都是比較好些 所以屬豬的人今年都是繼續好下去 今年屬豬的人比較有口福 如果你問我十二個生肖裏面 最多飯食、最多飯局、最多應酬 會去誰就是屬豬的人 所以屬豬的人今年可以多些出去結交朋友 多些請人吃飯、應酬、不要懶 還有天廚星 天廚星亦是代表有口福 今年屬豬的人特別容易胖 因為經常吃東西便容易胖 因為經常出去喝飲食 亦容易導致腸胃都不太好 所以健康方面主要是注意這些部位 我見到有利於一些在職人士 可能是打工仔 甚至乎是讀書的人 因為匯合到文昌便學習比較快 如果你是需要拿專業資格的話 我建議你今年去做 屬豬的人今年去拿一些牌照 考考一些會計師的事 舉個例子 這些便會比較好 而且因為有文昌星 就算不是去考牌 你自己多些去看書 增加自己內涵 都是一件好的事 屬豬的人今年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會合到一些官符白虎 即是這些星 代表是是非非是比較多 所以要記住不要觸犯法律 以及跟身邊的人相處 為何說多些請人去吃飯是好事 亦會化解是非 是非相對來說可能會比較少 亦有個白虎 白虎代表是跟駕車有關 除了官非是非 白虎就是過馬路 馬路如虎口 所以小朋友也好 大人也好 過馬路駕車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屬豬的人可能也是在桃花方面 在飲酒 可以出去玩 飲飲食食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你的另一半也不奇怪 已婚人士 今年要注意一下口是是非 是會比較多 也要注意情緒 最後屬豬的人也要注意一下長輩的身體 長輩的身體可能今年會比較多事趕 記得要注意一下長輩